这个国家被称为无腹之国 生育率极高 根本无需担心人口老龄化问题 但因这个国家过于开放 这些孩子超过80% 却都是没有父亲的私生子 那么这个无腹之国究竟是谁 直接揭晓答案 它就是位于北美的加勒比岛国 亚马加 既然是岛国 自然国土面积就不会大到哪去 亚马加总面积约10991平方千米 跟我国的天津市差不多大 不光地方小 该国的人口也很少 据2020年亚马加人口统计 国内人口只有298.3万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未成年人 而提到亚马加 相信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 都是天津场上的飞人博尔特 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场上 博尔特以9秒69的惊人速度 一举打破世界纪录 从此一战成名 他那黄绿乡先的运努服 也第一次将亚马加这个国家 奠定进了世人心中铭记至今 但除了赛场上飞人飒爽的英姿外 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 这个国家的现状和历史 甚至有很多人以肤色为依据 一度以为亚马加是个非洲国家 殊不知它实则位于北美加勒比海域 当你漫步于这个国家街头 除了充裕的阳光 蔚蓝的大海和金色沙滩外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绝对是这里小孩的模样 亚马加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遍地孩童 走在街上你遇到的每一个女人 或美或丑或老或少 只要成年一般都会牵着至少一个孩子 这些孩子也确实是其身边女性的后代 但他们的父亲却很难同时出现 据相关数据显示 亚马加本国近35%的女人 都有过未婚先玉的经历 有的性经历较早的男女 甚至在15 16岁就发生了性关系 虽然西方社会两性观念普遍开放 但大多数国家的开放程度 一般都止于性 不会涉及生育 亚马加却不同 在这里男女之间的结婚率极低 生孩子却很平常 所以亚马加的私生率高达80% 很多孩子出生时 根本不会知道父亲是谁 一般都有母亲独自养大 亚马加人两性观念极其特殊 男女之间不婚生子之事 司空见惯 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们 如此开放的两性思想呢 真实原因其实非常无奈 还得从亚马加的历史开始说起 这是一个完全由外来者组成的国度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 位于北美加勒比海的亚马加 还只是一个闭塞而静密的海岛 印第安族的阿拉瓦克人与此定居 他们的社会关系很简单 善于农宫 爱好和平 知足常乐 但欧洲人的到来 却彻底打破了这里安逸的局面 1494年 哥伦布船队来到这里 十几年后 西班牙大军踏平北美 将亚马加殖民 直接导致了阿拉瓦克人全族灭绝 但殖民地总需要充足的劳动力 才能发展生计 西班牙人想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从非洲大肆购买黑人奴隶 运往亚马加搞建设 这个做法逐渐使黑人成为了 亚马加的主体民族 这也是亚马加明明身在北美 国内却都是黑人公民的原因 然而彼时的亚马加虽被黑人民族占据 实质上还是一个受制于欧洲殖民者压迫的奴隶社会 黑人在这里的生活并不好 甚至可以用苦不堪言来形容 直到1655年 欧洲各国对美洲大陆的争夺愈演愈烈 西班牙人被驱逐出亚马加 在当地黑奴觉得曙光乍现之时 这块肥肉又落入英国之手 随后又是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生涯 在被英国殖民的岁月里 亚马加一度繁荣 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浙糖级狼姆酒产出国 但这种表面上的繁荣 却令身处于社会最低层的黑人奴隶们更加悲哀 几百年间当地黑人起义声不断 却仍无法摆脱西方殖民者贪婪的魔爪 直到二战后大英帝国日落西山 亚马加才正式通过几次内战的契机宣告独立 但仍然属于英联邦所下 这年是1962年 然而没有了殖民者压迫的黑人 却并未真正找到曙光 仿佛奴役已成习惯 一瞬间恢复的自由 反彻彻底令他们失去的方向 独立后的亚马加经济落后建设缓慢 单一的农耕和矿业经济 很难支撑其整个国家的发展建设 博州的旅游业也在近几年疫情时代的侵蚀下 一戳就破 遭受中创 是亚马加人常年都生气于现实所带来的泥沼中 据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 亚马加GDP全球排名底132位 只有136.38亿美元 而这种情况则催生了更加混乱且开放的两性关系 被殖民百年一朝独立 却令亚马加经济一蹶不振 而这种不振是否是造成 该国民风开放私生率极高的导火索呢 答案是肯定的 其实亚马加人的传统思想 认为婚姻是绝对责任的象征 对男性而言 结婚的前提是买放 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 才有资格对自己将要组建的家庭负责 这和中国人的婚姻思想如出一辙 但现实情况确实 很少有适令的亚马加男性 能达到这个最基本的婚姻条件 在亚马加无论男女受教育率都极低 而且男性比女性的受教育还低 目前男性的高等教育率在17% 而女性则在39% 以至于这里大多数人都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挣扎 甚至无业游民比比皆是 而这样的情况又导致亚马加人对婚姻的欲望极低 但也不可能因此禁欲吧 而且国家要长足发展 家庭要维持生机 属于下一代的新生儿又必不可少 加上亚马加深处北美 受西方开放的观念影响优身 便逐渐衍生出了一套既能纵欲 又不用负责的观念 在亚马加孩子们从八九岁上小学时 就对两性话题毫无避讳 从中学起就有两性行为的学生更是多如牛毛 对此亚马加的学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在青年男女中 所谓的露水情缘更是普遍之极 在他们的观念里 性是受欲望驱使下的必行之事 甚至一个男人在短时间内 与多名女性发生关系都再正常不过 曾经就有外国游客在亚马加乘坐出租车时 听当地司机自豪地吹嘘自己 与一百多名女性发生过关系 生育的后代不计其数 而不只是亚马加男子 亚马加女人也从不对未婚生育之事感到羞耻 在他们的观念中 男性就入一个免费的精子库 反正都需要生孩子养老送中 还不如靠自己生养 毕竟在亚马加男女工资水平都差不多 人均月收入在2600元左右 而且很多男性甚至还不如女性有资本 虽然特殊的两性和生育观念是 如今亚马加在西方独树移植 甚至被很多外国人称作男性的天堂 但当真如此吗 开放和乱教在为这个国家打上天堂标签的同时 也使这里成为了各种心病泛滥的炼狱 使这个经济水平极其落后的地域 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人民健康问题 新生儿死亡率竟然超过10% 而在这个欲望和道德缺失同时存在的复杂社会 未来的亚马加又何去何从呢